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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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 我一人的生活是喜乐充满 而且一人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我父 那么在一天中 我有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吗 甚至光以习惯性身子来到教会了吗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再被魔鬼所牵引 使我们领受我父为我们预备的庞大的祝福 使我们在生活中做上帝的见证人 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上帝是活着的 使我们做上帝的见证人 封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绵羊 我们每个人都相互看一下对方 那么对方的脸上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看到谁了 就为这个人祷告吧 我们不是来这里消磨时间的 来到这里正是要获得信心领受祝福啊 我看到别人的行为 认罪悔改 为这个人祷告 这才是信徒啊 而大家对身边的人不关心 刚才都跟大家说了 来看一下身边的人 大家却不看 照着上帝的话语使我得祝福 使我的儿孙得祝福 使我的国家得祝福 这正是信仰生活啊 信仰生活是幸福 信仰本身就是幸福 而我自己心里都不开心 也不愿意看顾身边的人 难道这是信心的表现吗 拥有信心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我们教会可不能成为假的教会啊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并不是以习惯行光身子来到教会 今天来到主面前 我们来到教会是来遇见主 求主改变我的命运 求主改变我的生命 我自己都没有领受这好的祝福的话 我怎么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呢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跟大家做过见证 我曾经也是个假的信徒啊 信仰再怎么是好几代信徒 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曾经也是为了光给自己带来好处 买了一块地想吃一些无公害的大米 然后把那块地呢 交给某个长老来帮我管理 但是这个长老本身自己就吞吃了自己父母的一切的财产了 结果这个长老也把这块地打理得不好 那么后来又交给其他的老人来管理 结果那个老人管理得特别好 收成都加了好几倍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如果我嫖牧师是假的牧师的话 我就开始在这里什么都大概大概齐了 结果走向败坏呀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辛苦受重担的 辛苦但重担的所有的人来到主面前吧 辛苦受重担的人 正是让我们来蒙召唤 因基督的名蒙召唤 使我们领受耶稣的谦虚与温柔啊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使我们因基督找回家谱 使我们属于基督 属于基督成了耶稣的门徒了 那么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医病 这都是最基本的 也是很容易的 这就是从马太福音十章 直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 好多人对这种赶鬼医病 带着很大的偏见和成见 圣灵是赶走恶魔恶鬼的 圣灵是能医病的 上帝的能力是非常庞大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好多人以习惯性来到了教会 别这么想啊 每次来教会是来遇见主 求主改变我的生命 求主改变我的命运 求主赐予我信心啊 只要拥有了这信心 照着这信心 主为我成就一切啊 我为什么让大家看一下身边的人 我看到的就是我的心里啊 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我心里存恶念 我心里存恶念不好的想法的时候 看谁都是不喜欢的 甚至我都不想看一个人 这个人我连看都不想看 这都是属魔鬼的表现呀 当今韩国的教会 为什么变成假的教会了呢 不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如果我成了恶人的话 不仅害国家 还害了我们国家的总统啊 最近听了某一个讲 某一个就是 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然后呢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教养礼节的节目呢 有一个人出来给学生们演讲 然后就讲来讲着讲着 就说一些来来来给点掌声吧 但是他讲的那些话 都是很 谁都希望幸福 但是幸福 我怎么能获得这幸福呢 只有上帝是赐予我们幸福的 去了假教会 是得不到幸福的 唯独遇见上帝 只有上帝赐予我们幸福啊 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身边的人呢 如果我看见我身边的人板着脸 那说明是我心里在板着脸的 提多说一章十五节 我心里带着喜乐的时候 我看见身边的人也都是喜乐无穷的 我看见这个人看着很不顺眼 那都是看着自己 那都是看着是我自己的心态呀 不足的普通 我条牧师给大家责备的时候 这位信徒 最近您祷告太欠缺了吧 悔改比较欠缺呀 我悔改少的时候 面对上帝的话也不顺从 也不阿门 悔改一旦欠缺了 悔改少了 这时候呢 心里不平安 而且和身边的人不和睦的 这时候看人都不正眼看 用斜眼看人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行恶作恶的时候不正眼看人 斜眼看人呀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不喊阿门 这都是内心属魔鬼的呀 如果我不喜欢大家 如果我对大家不关心的话 我看着不说的 但是真实的爱 一定要讲出真实的劝勉呀 我们福山第一教会的信徒 不足的普让我朴牧师 跟大家劝勉 至少认罪悔改五千句 以上的圣经经文吧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不是来消磨时间的 在这世上用钱买不来幸福 而上帝赐予我们幸福 用钱买不了健康 而上帝赐予我们健康啊 用钱买不来爱国者 但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 做了一人才能做爱国者呀 所以这是多么宝贵 多么庞大 多么宝贵的时间呢 好多人给学生讲课 演讲的时候 跟大家说 大家要笑着生活呀 大家要幸福啊 这个笑和幸福 是由不得自己的 唯独上帝给我们喜乐 唯独上帝给我们笑容 使我们喜乐的生活呀 那么在今夜我们来到主面前 我们是来 改变命运 求主改变我的命运 使我们获得上帝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零三节 面对上帝的话语 大家总是觉得不甘甜 这时候得不到应许呀 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大家知道 韩国的事业单位 或者是一些 国家企业的员工 从来没有笑容 就是迫不得已 只是为了收工资 只是为了拿工资干活 就点点头 脸上没有笑容 心里也不喜乐 只是迫不得已强迫的 为了得工资 那么这时候这个国家 能得到祝福吗 脸上都没有笑容 大家有时候去一下 事业单位 或者是一些公共机关 那么我穿得特别漂亮 我穿得特别的端正的时候 人家都开始看我的脸色 但是我穿得比较 乐里乐特的时候呢 就很瞧不起 难道这就是我们 公务员的现状吗 这个笑容 唯独上帝赐予我们笑容 好多人追求宗教自由 甚至去假的教会 我们千万别走向败坏呀 我们要领受幸福 马太平五章十六节 我们拥有幸福 把这幸福的亮光 照给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自然也来 信奉主耶稣基督了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 我们读一下 以二 你的言语 在我上唐何等干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阿门 主的言语 主的话语 在我上唐何等干美 主的话语正是有能力的 主的话语是有能力的 是有奇迹发生的 我们找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了 上帝就赐予我们信心 福马书十章十七节 我们找一下 那么在今夜 我们就要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我们今夜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的呢 大家知道 我们有一种药 就是痔疮了 得痔疮的时候 这个药 大家也知道是要用在哪的 那那个药不是吃在嘴里的呀 这个顺序大家是明白的吧 我得痔疮了 那痔疮药不能吃在嘴里 大家知道痔疮药是怎么用的吧 主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语比蜂蜜更加甘甜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能力 是活着是行着意识的 而且立刻赐予我们允许 而我们一定要听基督的话 要听基督的话语 靠着基督的话语 认识到我的罪了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识悔改了 使我们领受着上帝的话语啊 首先我来到主面前 承认我是罪人 通过圣经的话语认识到我的罪 求靠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使我的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赦免 使我的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得到饶恕啊 所以来到主面前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我们要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这一定是能行的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二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阿们 信是要从听道而来 要听什么话呢 要听基督的话语 听了上帝的话语 我是要认罪悔改的 听了圣经的话语 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做出这段悔改 这时候主的话语 给我能力 主的话语 行着意识 抑制我的疾病 赐予我祝福 使我的家庭和睦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相信在今夜 上帝赐予我们这祝福 听了基督的话语 使我们获得信心 这信心来到我心灵了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15章13节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拥有满足的时候 上帝是赐予我祝福的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无穷无尽的 大家知道我们吃冰淇淋的时候 尤其是小孩子吃冰淇淋的时候 刚开始吃着好甜 吃着好好吃 但是吃的速度慢 这个冰淇淋就化了 一化在手里 就黏乎乎的 然后呢 虽然吃着甜 但是手里黏乎乎的 就开始哭了 我们得不到祝福 也是这个样子 我自己都不满足 都承担不起 这么庞大的祝福 有了祝福 反而眼前的事情开始忧愁 痛苦 这时候是得不到 眼前的祝福的呀 而我们却不认清自己的毛病在哪儿 不认清自己的问题在哪儿 所以我们的心灵要宽广起来 靠着信心使我的心灵宽广 这正是要获得智慧 使智慧增长起来 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 智慧增长起来 入教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与身量也一兵增长了 我们要获得智慧 智慧是最大 智慧为首 靠着智慧使我们去天国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在信心里边 靠着信心使我们获得一切的喜乐 靠着信心使我们获得一切的平安 这信仰生活 是能让我们获得喜乐和信心 以福斯说二章八节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喜乐和平安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在这世上我们光跟人讲道理 开心的生活吧 笑着生活吧 但是 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是 我怎么能笑呢 我怎么能就有了这个喜乐 我怎么能就会在这幸福呢 结果都成了谎言了呀 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并不是说 我成了牧师长老 就能得到信心呀 这个信心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啊 我认罪了 认识到自己的错 认识到我的罪 向主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信心 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上帝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上帝使我醒悟过来 当今好多人 在韩国好多都是信主的人 但是脸上却没有笑容 心里也不喜乐 也不平安 甚至有一次 我去一种事业单位 一种公共机关 真的 怎么里面的员工 脸色那么的严肃 各个都像个雕塑一样 怎么都是那个模样呢 一个餐厅 还是说 一家餐厅 餐厅里的员工 有笑容的时候 这家餐厅声音也是兴隆 也是火爆的呀 我身边的人 在打瞌睡吗 那么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吧 我身边的人 或者是说 脸色特别的僵硬 像雕塑一样吗 跟身边的人打声招呼 这位信徒 你什么时候要融化掉呢 有一次我去美国看到了 在有一朵花 长在冰块里 哇 我当时觉得真的好神奇啊 我在美国看见 在冰块里 在雪地里长出来的花 但是在我们国家 很难看到这样的景况 为什么在海外就能碰到呢 当然了 我们国家真的 国家领土特别特别的小 资源也紧缺 真的特别的 很有缺陷的 所以别光把自己 别光在韩国里所学到的 当成是一切 反而会丢人丢脸的 在这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主改变我的生命 主改变我的命运 我心里有恶念 我心里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 脸上就立刻僵硬了 这时候导致身上患疾病 毁了国家 也毁了家庭啊 而这一切 真的是由不得自己的 上帝赐予我信心的时候 使我有生活的盼头 盼望的上帝 正是基督的上帝 是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啊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基督就是盼望 那么这位信徒 在现在还在打瞌睡吗 条牧师说 谁在打瞌睡 身边的信徒 帮忙刺痛一下他的眼睛 那么有些信徒就说了 哎呀我不着急得福的 没关系牧师 别这么老关心我 大家别光顾着自己 因我的罪恶导致自己死亡 因我的罪恶呢 害死儿女啊 害死我的后孙呢 我们能得救的时候 能使儿女得救 能使身边的人得救啊 马可福音九章 大家都读到了 眼睛犯罪 宁可挽出眼睛 也要使我的全身去天国呀 腿犯罪的话 宁可断开这腿 也要使我的全身去天国呀 甚至有些人来到主面前 总是慢慢悠悠的 说等明天后天再说吧 获得允许是立刻要获得的 就在现在获得健康 就在现在解决问题 医治疾病 不要等到明天后天呀 就在此刻 就在现在立刻得到医治 立刻获得这允许呀 就在现在正是此刻 千万不要拖到明天后天呀 我们是做不到的 当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做到这一切 什么是信心呢 拥有信心的人 能获得一切的喜乐 拥有信心的人 能获得一切的平安 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 是最好的 而就在现在 上帝也要赐予我们这信心 而我得不到这信心 正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上帝呀 我怎样才能遇见上帝呢 靠着基督的保险来遇见上帝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来遇见上帝 我们找一下 以夫所说二章十三节 我现在脸上没有笑容 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呢 心里总会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 我们属于基督外边的时候 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思想理念 格林德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这时候是不属于信心的 也不属于基督啊 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基督了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标准 然后就开始觉得 哎呀这事是好呢还是坏呢 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做标准 我的想法都是属魔鬼的 为什么要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呢 把想法全放下吧 所以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吧 做了四九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 好多人不愿意做四九段悔改 大家知道越是哪方面不顺利 说明我没有放下这方面 比如说我身上有疾病 我身体有痛苦 我身体有痛痛 那我心里就没有放下这个痛痛的部分 没有放下这个疾病 我的想法总是被这个不好的所牵引困住的话 就走向败坏了呀 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我心里在想什么 按照我的想法 上帝如是为我成就啊 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我心里什么想法 上帝就给我成就什么 所以心里我要存什么呢 我只要存基督啊 我心里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悔改一切的罪过 使我来遇见上帝 领受一切的喜乐 获得了喜乐 这时候一切都解决了 是能得到祝福的 而我心里总是惦记着 哎呀我这方面不好啊 那方面不好啊 总是放不下 全放下吧 靠着基督的保险全放开 我心里不好的思绪 不好的想法理念 全放开全放下吧 把不好的全交给上帝 就是我心里不好的想法 全交给上帝 主啊 我怎么总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呢 求主饶恕我的罪 把这些全交给上帝 求上帝赐予我幸福 求上帝赐予我健康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只要信 我得着了 这就能得到 我得到了财富 我得到了钱财 我获得了钱财之后 不再担心忧愁了 这时候上帝是赐予我这一切的 相信得到了 相信得到了 只要今天获得信心 我心里的坎坷 我心里的 种种的伤痕 全退去了 大家知道 天国 天国是没有痛苦的 只要获得信心 上帝改变我们心里的血液 上帝改变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上帝是盼望的上帝 正是基督的上帝 只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使我们遇见上帝 所以我们要做四节段悔改 遇见上帝 使我们获得信心 这时候一切都喜乐了 这时候一切都平安了 我们今天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今天领受这好的祝福吧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我们今天领受这好的祝福吧 上帝实在是真好 今天我的罪过 求上帝全饶恕我 以夫所说二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阿们 靠着基督的保险来靠近上帝 靠着基督的保险 以夫所说一章七节 我们做四节段悔改 蒙恩典 我们找一下以夫所说一章七节 不认识基督的话 怎么能蒙恩典呢 靠着基督的保险 使罪恶得到赦免了 才蒙恩典呀 以夫所说一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一定是要在基督里 靠着基督的恩典 恩典是靠基督能获得的 唯独靠着基督使我们蒙恩典 好多信徒当今虽然来到教会 却一直没有认识基督的奥秘 从来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过 结果都成了谎言 结果都成了假的教徒啊 我们来到主面前 献礼拜 做敬拜的时候 不认罪不悔改 没有洗净自己的罪 怎么能献礼拜 怎么能敬拜主呢 我们首先要进入到基督里 靠着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靠着基督的血 使我来靠近上帝啊 因为上帝赐予我信心 我们找一下 遗佛所说二章八节 我们今天不是来到主面前 来消磨时间的 并不是来消磨时间的呀 今天在这紧急的时刻来遇见主 使我得救 使我的家庭得救 使我的父母 使我的兄弟姐妹们得救啊 首先我们要获得这光 首先我要获得这基督的光 靠着基督的光 做盐 靠着基督的光照亮身边的人 遗佛所说二章八节我们读一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阿们 是谁的礼物呢 上帝赐予我的礼物 所以我要先遇见上帝 靠着基督的保险使我来遇见上帝 所以我要做四季段悔改 所以大家也要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的话 首先 夫妻就和睦了 夫妻合一了 因为基督的保险是能让我们合一的 属于基督的时候是合一的 一个心一个口 整个都是合一的 这时候不争吵 没有纷争的 夫妻不争吵 不纷争的时候就是幸福啊 夫妻关系不和睦 性格不和 这都是多痛苦的呀 好多人夫妻关系不和睦 还硬撑着说 我自己是幸福的 这都是说谎谎言呢 好多人听了 也没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大家要懂得分清楚啊 要分辨呀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就已经是不幸了 夫妻合一了 夫妻和睦了 夫妻合一 夫妻和睦了 就不讲究性格上的差距啊 比如说我一个身体里 我这一双手 眼睛 我的手 虽然能随便动 我会把眼睛挖出来吗 绝对不可能啊 因为这一个身体是整个整体 是整个整体 是一个完整的呀 所以夫妻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说明我已经不幸福了 没有获得信心呀 我们教会几乎没有什么职份 但是呢 所做的事情都比拥有职份的人要多得多了 罗马书二章六节 并不是说做了牧师长老就能去天国呀 我们靠着信心使我们去天国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呀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来靠近上帝 获得了信心 这时候上帝使我的喜乐充满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您现在喜乐吗 您现在喜乐吗 刚才大家都不愿意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 那么现在大家都互相喜乐充满了 相互问候了 说明这听讲道的时间 大家已经有了变化了 获得了信心了 刚开始呢 看着谁都不是很舒服 都不是很喜欢 因为从早晨到现在 我们不经意间又犯罪了 还要认罪悔改呀 我听了讲道 听了上帝的话语了之后 心里得到了变化呀 心灵得到了医治 有了改变 有了变化 真正的表演大家 获得基督的光 我获得了基督的光 疾病得到医治 获得了基督光 这时候问题得到解决 照着信心如实成就 真切的志愿大家获得这应许 在今年获得这应许吧 相信大家和我一定会领受这好的祝福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 求主赐予我们信心 我们每天像吃三顿饭一样 每天来到主面前也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 获得信心了 疾病就有得到医治 有一个牧师身患了癌症 他很是 他心里 不知道是该手术呢 还是要该怎样呢 就来找到我问 我朴牧师就回答 照着您的信心 按照您信心 决定吧 您依靠医生 让您就去手术 依靠上帝 您就来到主面前 那么最近看这位牧师 脸色特别好 气色也特别好 真的是 好有生 就活生生的一个人一样 大家知道有一种白菜 首先泡在水里之后 然后在做泡菜 临吃之前 撒点盐 而我们往往在家里做的时候 直接就撒盐 所以菜一下子就都蔫了 蔫了 上帝的话语是赐予我们信心的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我们今夜来到了主面前 求主赐予我们信心 获得了信心 心灵就平安 获得信心 喜乐是充满的 真实的喜乐和装模作样的喜乐 肯定是有区别的 真实的喜乐 真的是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艺术的装模作样的喜乐 那反而会害自己 也会害了身边的人 我内心带着真实的喜乐 有笑容的时候 那是上帝赐予我的最高 最好的祝福 相信今夜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一切都是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的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礼拜结束了之后 大家犯困或者想睡觉的话 那就好好地睡一觉 但是往往听完讲道了之后呢 就惊上了 就不再想睡了 偏偏在讲道的时间 要打瞌睡 我们小时候 曾经听了一种童话故事 应该是我们人编的一种故事 就是青蛙 青蛙不听妈妈的话 总是反着来做 当然了 讲这样的故事 也是给我们一种教训呢 在这时间只要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来遇见上帝 使我们的喜乐充满 回到家 更竭尽全力地认罪悔改祷告吧 看到家人不舒服了 赶紧我来认罪悔改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 对方就能得到变化 遇到一些比较阴暗的面 比如说 我总是笑盈盈 对方反而不乐意 要压制我让我不笑 那这时候千万别压倒啊 带着勇敢的心 喜乐下去 这时候 对方的阴暗面都散去了 因为上帝的话也是能力啊 马太弗八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对百福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阿们 耶稣亲自告诉我 照着你的信心 如是成就了 百福长称呼耶稣为我的主 百福长承认耶稣就是我的主 这时候他的仆人就得到了医治 我们有没有 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呢 我有没有改变呢 我有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获得了改变 属于基督 能称呼耶稣为我的主了 我们好多人 因身患疾病 因经济上的困难 因生活中的痛苦来找到主 但是来找到主了之后 发现我怎么总是得不到改善 我怎么总是得不到医治呢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识到自己的罪了 向上帝认罪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 能遇见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 获得圣灵 圣灵的果实是爱 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使我们呼喊 耶稣为我的主 获得了圣灵 就以耶稣的爱心来看待所有人 以基督耶稣的心 看待所有人 这时候是满满的爱 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爱的 不足的普通网条牧师 在这里责备大家 这全是基督的爱 是让大家得福的声音 真切地祝愿大家 在今夜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吧 上帝是活着的 真切地祝愿大家 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获得了圣灵 有了爱 有喜乐 我们看待身边的人 有没有爱心呢 有没有基督耶稣的爱呢 听了上帝的话语 获得了圣灵 我心里的恶消除了 我获得了上帝的爱 这时候是满满的基督的爱 来看待身边的一切 这时候我们多久 家庭能多久 孩子们 大家对象自己的孩子们 能聪明吗 只要获得圣灵 获得了上帝的爱 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啊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 这一切的祝福 这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喜乐 信心使我的内心喜乐 信心使我的内心获得平安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吧 我有没有真实地爱我的家人呢 我有没有真实地爱我的儿女呢 我很想爱我的家人 我怎么就是爱不了呢 我要获得信心 获得了信心的礼物 从上帝那里获得信心了 我才能有真实地爱 去爱身边的人 靠着世界段悔改 使我们警醒过来 哥罗西书四章二节 靠着基督使我们警醒过来 上帝啊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我父您全都知道 我父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有没有真实地爱人如己呢 我有没有真实地爱我的家人呢 我父上帝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成为相互爱的人 这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做祷告 我父 我们在绝望中徘徊着 使所有在绝望中的灵魂 来找到教会 来教会获得恩典 使我的眼睛得一致 使我的耳朵得一致 相信上帝使我们的韩国教会 在基督里合一 使我们的国家 靠着上帝的话语 获得祝福 今天求我父使我们获得信心 使我的家庭领受幸福 使我们所有人获得满足 我们一起来付款主啊 来这最悔改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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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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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我们一直在错误中生活 在今天我真的错了 我父啊我真的错了 您告诉我们信心是一切的喜乐 信心是一切的平安 我父我向您告白 我今天并没有喜乐 您告诉我们 真实的爱人如己 这才是因为我信心 而我父啊 我根本就没有做到真实的爱人如己 求主饶恕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我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我父上帝我们感谢您